陈国豪的保安打了刘亦菲 这是网友对文班亚马布兰尼事件的评价 而同样是NBA球队保安 为什么字母哥的保安却被当地球迷称赞呢 格雷格·琼斯与掌国布兰尼的马兹安保职位相同 他是熊鹿队安全总监 他的任务就是保护球队所有球星以及教练的人身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 经验丰富的琼斯在当地警局工作接近30年 每天起床后 他和助手卡特首要的工作 就是把球队人员安全送到训练场地 每辆车人员安排明确 球员一辆车教练组一辆车 他们也会和场地安保当地执法部门密切联系 保证当天训练比赛一切正常 在结束了上午的训练后 与文班亚马安保不同的是 球员们是可以在琼斯的保护下给球迷们签名的 琼斯会告诉球迷们保持安全距离 并会贴心的自备签字笔 以防止球员为了拿不同球迷的签字笔到处走动 拍照也是被允许的 只要保持安全距离即可 晚上比赛开始后 琼斯会检查所有场地内人员的证件 以防止非执政者进入场地 毕竟勇士队贾汤姆森的事件 让所有安保都有所忌惮 比赛开始后 他们需要时刻观察周围的情况 如果有球迷或者球员冲突 需要及时制止 比赛结束后 熊龙队全体前往机场 琼斯需要帮助球员们办理登机手续 还要和机长空城人员沟通 确保人数准确 没有安全方面的任何问题 熊龙球员洛佩兹也说 即使是非比赛日 琼斯和安保们也会随叫随到 只要队友们有需要 他们就会前来提供保护 有一说一啊 这些安保人员的工资 在NBA真不算高 只有5到6万美元的年薪 但琼斯作为NBA内部 代表性的安保总监 以他出色的经验 人性化的举动 获得当地球迷 球员们的赞扬和支持 我们下期待